中国首个根据真实航天逻辑打造的火星一号基地日前陆迪刚速经商并正式开营 该基地整体规划面积67平方公里 其中包括总共舱、吸炸舱、成员舱、生物舱等9大舱体 可真实模拟航天员在地外训练和地外生存情况 当地官方在开营期间邀请了100多名青少年作为首批影员 参观陆航舱、徒步观察火星洞穴、聆听航天科普知识讲座 以体验室、趣味性、可传播的研究方式 启发其探索未知敢于创新的热情 带队体验导师郭嘉宇向记者介绍 不少孩子在暴晒缺水的情况下仍然坚持徒步体悟航天精神 这有利于增强孩子对地球环境的保护意识 那今天呢是带着各位同学来到了火星的地外 然后去体验了我们的火星洞穴 还有火星一号掩体、无滋碑等等一些的这个地外项目 那些地外项目呢是我们同学们徒步去进行的 虽然过程比较艰辛 但是同学们还是非常的坚强然后坚持了下来 那通过这些呢我们想让同学们能够体会到 就是在我们的地球上生活有多么的这个幸福 因为在我们的火星上地外这个生存是比较难的 因为第一是地貌的比较恶劣 那第二就是它这个封杀会比较多 就这么一个小小空间 我们就走了两三公里 但是我们还是感觉很累感觉很渴 所以我们也能体会到航天员的多么的不容易在火星上 中国首批航天员李庆龙向极致介绍 作为航天员 他从职业的角度分析 感觉这里的设施及地貌非常逼真 这里拥有与火星表面极为相似的地理地貌环境 适合开展航天员地外生存训练 里面有控制舱 宣宝舱 生活舱 各种舱都有 我个人作为一个职业的角度非常逼真 它完全是符合那种科学的逻辑 据透露 火星一号基地将在中国航天员中心技术指导支持下 将造中国首个航天地外生存实训基地 投入到探月 探火星等中长期科研训练科学实验中来 并将在合适的时期对公众开放 小时期科研训练科学实验中